台灣環島的第二天 嗨 大家好 我是雷哥 今天是台灣環島的第二天 我的環島路線由你來決定 經過大家投票決定的結果呢 今天的路線就決定是中央山脈難斷了 現在時間早上3點45分 今天當然都還沒有亮 甚至早餐店也還沒有開 現在看到的都是宵夜的場 經過昨天4個小時的大雨之後 現在車子滿滿的都是泥沙 至少是重新上了油啦 環島就是這樣啦 你也不用想著怎麼清車洗車了 反正遇到一個泥水的坑洞 碾過去也是整台車髒兮兮 等環島回來之後再來想辦法 車子的事情就好 今天的路線中央山脈難斷 我們要從嘉義市區走 台獅八線阿里山公路 雖然沒有走到底 但是我們走到龍美之後 爬升1100下坡到三美 接下來要爬第二個大坡查3 所以今天的總爬升 加起來大約2400左右 里程到賈仙的話至少要110公里 可是賈仙在網路上 我們又查到比較便宜的背包客棧 所以今天可能要騎到屏東市區 加起來總里程就有到160公里囉 是里程跟爬升都相當具有挑戰的一條路線 換作是頻道出騎之前 一日挑戰比較瘋的那一種時候 我應該是覺得還好啦 但是現在退步了嘛 變胖了 再加上車上也有行李 所以里程阿什麼的都要預估的 抓的比較寬一點 今天還是有可能在日落前底塔啦 因為等一下出發時間也才4點不到 今天天氣預報就是大好天氣啦 但是除了路況以外 這條路線還有個非常大的致命缺點 就是缺水 五六年前我騎這條路的時候 幾乎過了三美之後 就沒有補給品 你不只要爬到茶山 還要從台29線南橫公路 一路騎出來 好像到賈仙才真正有便利商店 可以買東西 前途還是幾乎沒有樹櫻的附賽情況 那就是做足準備水帶多一點 那到那邊再說 我們第一個難關還是要先爬上龍美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早餐先不用這麼早吃 沿途應該還是有便利商店 最晚最晚到我們爬坡的起點 阿里山公路的出口 那邊也有24小時的便利商店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 Go Go 一樣的老問題 昨天晚上洗完澡喝完水舒舒服服 坐在馬桶上拉不出來 今天早上喝完水照樣拉不出來 今天晚上洗完再不拉 哈哈問題就很嚴重了 尤其是騎車那個長道吸收水分特別快 屎拉的特別乾 很容易讓你的大片結成一塊 又圓又大 卡在那個洞口 硬是要拉出來的話 肯定流血裂開 在騎車環島的過程中 一直周而復始的裂開愈合 裂開愈合 最後可能剛裂就要用手術去把它割掉 這個是我經歷過的親身的慘痛經歷 所以今天一定要想辦法拉出來 從嘉義到出口已經爬掉兩塊了啦 所以剩下我記得沒錯是九百 背包還有吃的就不特別停下來 準備要開始面對真正阿里山抖的路段 雖然阿里山公路這一次沒有要騎完全程到塔塔家 但是前面這一半也是爬升最主要的部分 過了龍美之後 反而輕鬆一路到十桌 十字路這些都還好 十字路到阿里山又恢復到比較陡的波段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爬到龍美就要轉彎了 現在從出口開始爬坡也過了一段時間了 要倒數還太早 連一半都不到 爬起來感覺跟以前巔峰時期還是有差 一來是因為昨天的疲勞 好久沒有這樣子連續兩天 甚至明天還要繼續騎車了 再來是後面有一些行李的重量 但其實沒有帶很重阿 最主要的是我自己肚子上的肥肉 坡沒有抖到不能承受 但是現在騎在上面的速度 就感覺沒有像之前一樣這麼神勇 減肥我覺得還是要靠飲食啦 運動是其次 運動是讓你瘦得更健康 距離龍美還剩下8公里 爬升450 以數據來看坡度就真的還好 而且時間還早啦 現在才6點10分 估計7點也可以到吧 因為跑完龍美這個最大難關之後 還有一個小的難關 還有一個跟龍美差不多難的茶山的大關 所以就沒有什麼感覺 前方還有漫漫長路 先穩插穩大 降一個打 過完今天還有明天還有後天 有點困 還沒有暖開的感覺 難得看到這麼乾淨的椅子 就過下來休息一下啦 龍美那邊的雜貨店我猜沒有開啦 但是沒關係 一路下坡溜到三美 我記得那邊有一家早餐店 雖然是五年前的記憶 如果那一家沒有開的話 那就要再爬一個小坡爬到新美囉 那一家就肯定有開啦 很大型的 好 快去 欸 雷哥喔 嗨 嗨 快去 飛機千辛萬苦 終於騎到了龍美 一路上騎得滿掙扎的 原因就是因為我太久沒騎車 很多觀念都已經走樣了 想說昨天騎西兵的時候 吃完早餐因為大順風 所以平地騎了五個小時 才吃下一餐 但是今天是爬坡為主的路線 都忘了 以爬坡的路線來說 最好五百公尺就要補一次 稍微有點量的食物 這邊的雜貨店雖然還沒有開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一路下坡 可以下到達那一谷 在途中的三美有一家早餐店 可以稍微吃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再爬升兩百五十公尺 還有存糧啦 就可以到新美那一家 我覺得整條路線裡面 最豪華的早餐店 這一條陡坡下去 真的非常的陡 之前環島下大雨的時候 我是騎一台V甲的腳踏車 V甲的力道很強 結果好像還殺不太住 還需要靠我的藍白拖 物理摩擦一下 可想而知 下坡之後就是三谷了 不管要重新回到台三線的大府 還是要出去到甲仙 甚至說你要爬回來 都沒那麼簡單 就算你身上有大把鈔票 沿途也沒有商業的那種民宿飯店 除了這條加129以外 剛剛還發現了 後面這條加131 這就好玩喔 這條路我之前沒有騎過 剛剛查了一下地圖 這條路可以經過蜿蜒曲折之後 還能夠接到台三線 也因為阿里山公路塔塔加 是我之前非常喜歡的路線 再加上這條加131的話 我覺得可以安排個兩日三日遊 但這次環島大家投票出來 就決定走中央山脈南線阿 我也好久沒有騎這一條了 我自己也想騎 這個選項丟出來 我還怕大家不選耶 好啦 那我們就先下坡出發啦 Go Go 曾經我在這邊吃過早餐阿 這個樣子應該是已經收滿久了 建築物阿路況什麼的 都比五年前好太多了 但是不只有新的東西 有些回憶中的東西也離我們遠去 前往新美爬升250 雖然肚子有點餓 但是撐得過去啦 大不了再吃一包乾糧 現在吃完早餐時間大概9點10分 稍微休息了一下 而且大整補了一頓 現在我正在騎這個中央山脈南段 很多網友友都提醒我 說要注意天氣 注意午後雷震雨 然後還有最近因為颱風過境 路況不是很好 最後要繞到 這條路我騎過三次真正最大的難關 反而是這個赤熱的天氣 包含等一下要爬的茶山 以及一路下坡回到賈仙的路上 沿路都沒有蘇伊 都是這樣的大太陽暴曬 所以這個墨鏡又要戴上了 再加上整條台29線的補給點非常少 等一下在騎10公里過後 會有一家雜貨店 這一家雜貨店是最後一家了 幾乎我之前對於茶山缺水暴曬的恐怖的印象 所以就算不需要停 也一定要在那邊喝杯冰冰涼涼的 現在臉頰都曬到有點熱了 今天還是規劃想要騎到屏東啦 里程大概還差110公里 時間還早 但是在這個大曝曬熱天的天氣下 進度就不會像昨天推西冰一樣 這麼理想了 那我們就出發 準備迎接茶山啦 GOGO 把東西當下 好 開心 開動 那些東西 大雪 開始 馬上 回吧 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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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到了這個加亞馬部落算是往茶山甚至說往大埔方向的最後一個補給點 台南方向真文水庫到大埔的這條路呢其實是沒有要進大埔市區的 你可以繞路進去便利商店補給 但是如果你不進去便利商店補給的話 沿途你可能要到台南預警 同理往納馬下方向不是說你爬到茶山就沒事 茶山上面就是只是一個單純的分水嶺 甚至當你下坡接回台29線往甲間方向的時候 你也不會經過納馬下的便利商店 汗流夾背的情況水是一定會缺的 保險機械先把肚子裡面的水灌飽 這個超爽這個不是放冷藏是放冷凍的 剛剛還有好幾瓶都全部結成冰 挑了一瓶還是水了 還沒有真正開始抖喔現在只是熱 然後環境綠油油一片陽光很強這樣子而已 等到到時候抖度加上來的時候你就知道 喔不用不用不用現在現在我額頭已經在燒了 這條路我之前騎過幾次啦 第一次就是很正常的 就跟大家口中所說的一樣 路況差有一些落石 以腳踏車來講的話就是要稍微迂迴一下 但這並不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茶山 有一次路況特別的好 就像這些地上這樣子 新鋪的柏油 新到什麼程度呢 還在冒煙 可能也是颱風過後啦 在接近分水嶺的那一段 重新鋪路 壓路機還停在一邊 中午12點 太陽已經夠熱了 地板上的柏油還跟烤爐一樣 往上噴地青的臭味 連輪胎騎在上面都感覺黏黏的阻力 騎完那一段之後停下來檢查前後外胎 全部都被黏滿了大大小小的石子 很多還不好聽要用點力拔出來的那一種 不知道大家對環島的定義是什麼 是一定要貼著海線 還是說一定要抵達鵝卵比墾丁 又或者說是每個縣市至少要沾一個邊 可是我這次的環島其實是不經海南的 是直接從剛剛的嘉義阿里三鄉 接到高雄的那馬下 環島本來就是個名詞啦 就看大家怎麼定義 我的定義就很寬鬆 超過800公里 應該就算環島了 前面就是新聞有報道貪方修入的地方 不知道是地基流失還是什麼樣 其實我看之前新聞的照片 以腳踏車來說硬走過去 不是不行 但是可以歸可以 如果我真的走這條路影片拍出來 一定會被大家罵死 後面呢就是我們要改道騎上來的路 聽說路況很不好 可是我看這個入口還好啊 感覺之前騎的拉拉山 或者例行產業道路 應該都比較慘烈 接到台29線 大概爬升100吧 我就不相信這100可以搞出什麼花招 出發囉 GOGO 很陡喔很陡喔 這個下坡 欸幹 有刺激耶 其實遇到這種坡 屁股應該要往後坐的 但是剛剛我反應過來的時候 他已經處在那種 要往前翻的交界點了 所以我也不敢情急妄動 像這樣 屁股往後坐 用鋼門煞車 這個才是下斗坡 最正確的方式 好啦 現在也成功從查山接回台29線大陸 大家行前的時候 一直叫我注意這一段 講得非常驚悚 但是我想 應該是針對於 騎重機機車的族群 沿途基本上 九層都是抖下坡 還有一些特別抖的 會前空翻 但對於腳踏車來說 就下來牽車的事情而已 當然啦 也沒有像我現在講的這麼簡單 他確實集合了所有的危險要素 抖下坡 髮夾彎 青苔 水溝蓋 碎石頭 高地斷沙 這些是標準的產業道路形態 但是有在看我頻道的老觀眾 應該對於這些路況 不是特別陌生了 產業道路也沒有少走過嘛 距離假線還有28公里 現在時間11點50分 不熱 而且吹起來風還有點涼 運氣不錯 得利於今天早上4點鐘就出發 我相信今天就算騎到屏東 大概也可以在晚上6點前 天天以前抵達啦 趁著現在精力充沛有體力的時候 趕快多趕點路程喔 GOGO bikes 主要是因為心態放鬆了啦 茶山的大波爬完之後 滿腦子想著趕快去假仙吃點東西 就會忽略掉小林村的這一個80公尺爬升 越爬肚子越餓 好 現在抵達了假仙 準備吃一點東西 但是不能只吃冰啦 因為肚子已經很熱了 只吃冰等一下又撐不久 所以我就想說一定要吃一點固體食物 尷尬的是這份沒有標價格 結果一問80塊 那我就是那種問了就只好買下去的那種人 我應該先吃完再點冰的 不然等一下吃完這個冰就融化啦 現在時間下午1點50分 距離我要住宿的屏東市區都還剩下60公里 估計會在晚上6點7點左右到吧 剛剛也在booking上面預訂了屏東市區的飯店 有點貴 訂了1000塊的 不是說沒有背包客棧 但是那一家背包客棧 不在我明天要騎乘路線的順路上 人好多喔 後面這個芋頭到底哪裡有名 我覺得甲仙大橋比較壯觀吧 怎麼大家都挑那顆芋頭拍 不歸正題 雖然今天晚上飯店1000塊貴了點 但至少是單人隔間 等一下最後60公里的過程中 要注意的就是 不但要騎車還要留意補水 不然今天晚上再拉不出來 那就差賽啦 那就繼續出發 甲仙大橋直直騎 最後再接回到台山縣 就進屏東市區喔 出發啦 GOGO Google是指右邊 但是我們要繼續走 台29線走左邊 右邊雖然里程短那麼一丟丟 但是爬升卻是兩倍 因為飯店都有免費的水可以裝嘛 所以在途中 我就會忍住想要省那二三十塊 抵達飯店的時候嘴巴都很渴 腸道裡面的屎也被吸得乾巴巴了 雖然省錢很合理 但是拿自己的健康來換就不好啦 這個習慣要把它改掉 今天晚上如果沒有成功剉賽 那明天真的要剉賽啦 好 熱啊 抵達了祁山 從這邊開始就結束了 台29線走往台三線啦 剛剛開始灌水之後 現在有感覺到 腸道確實有在蠕動了 希望可以在五點前抵達囉 出發啦 GOGO 下他的酒店只剩下最後十公里了 好像有點早欸 但是信用卡刷下去了 那也沒辦法 精神啊 腿力我覺得都維持得蠻不錯的 如果沒有已經預訂飯店的話 感覺是可以再騎三十公里到方了 但沒關係吧 環島就是長期抗戰 如果多騎這三十公里 把狀態搞招也是得不償失 與其騎到天內來再騎 不如今天早睡早起 早點出發 少曬一點太陽 還比較划算 好啦今天是環島第二天 現在時間將近下午五點 現在也半年好check in 進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問 欸 請問腳踏車有辦法放大釘的空間嗎 不只可以放大釘 還可以直接先進房間 不管網路評論幾顆星 反正對我們這種騎腳踏車的 有這一項條件 就是五顆星了 洗個澡看一下有沒有洗衣服的地方 再出去大吃一頓喔 雖然多花了一點錢 但是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一進來就有涼涼的冷氣 相信在這種環境底下 拉屎也不用怕被別人敲門 應該更拉的出去了啦 今天真的再不拉就要挫賽了 不知道經過這一集的介紹 各位觀眾有沒有對這條 中央三百里難斷 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看到這個風景 有沒有想要自己來騎一趟呢 總罰身大約2500左右吧 對於熔腿來說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難事 但是魔鬼藏在細節裡面 包含路況啊 炎熱的天氣啊 還有沿途布器店比較少 所以在什麼階段 要帶多少吃的喝的 都要經過仔細的規劃 明天第三天的路線 也是大家投票出來的 有封堂上售卡啊 車程上售卡啊 最後是騎到鵝鑾鼻 再從旭海那邊彎彎彎彎的上售卡 可想而知你們這些車友 一定都選最後一個選項啦 因為今天的進度有超前 所以原定明天要住墾丁 或者說加熱水 看起來好像還可以再騎遠一點 如果今天一樣在早上4點就出發的話 搞不好明天就把售卡爬完喔 好啦 那我們這支影片 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